哈喽大家好,我是Wawa,欢迎大家来到AutoLab 那今天呢带大家体验一下FIFA27在交付以后的首次OTA 看一看他们呢最新公布的RisingOS 1.1.0系统到底多有诚意 那同时呢体验一下他们在2月份最新发布的平霸版产品 这个版本呢跟旗舰版有一个差距就是 价格低于它的旗舰版起码5万块 但同时呢少了一颗激光雷达 那如果我们想要享受之前那样的支架水平 又想省这5万块 我们能不能通过购买平霸版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今天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制价、制仓还有补能 它新增了26个功能同时优化了20项体验 首先在制仓方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控屏会发现 在右下角多了一款密鼓快游打开以后呢 是像拳皇十四、仙剑奇牙、转七这样6款3A级的一个游戏 我们可以通过蓝牙或者手机连接一个虚拟的手柄 我们还可以看到多加了一个腾讯爱去听 里面呢是可以听这个新闻听一些音乐 而且包括我们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字幕的这个歌词是可以显示在这个屏幕上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款车呢 是配备了一个流媒体后视镜的 那如果有的车型没有配备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的话 可以通过语音告诉非凡打开后视镜影像功能 那么我们这一块屏幕上就会出现后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那对我这样的两人来说呢 我最喜欢的还是他这次OTA以后将语音助手能够执行的命令变得更加的细致化了 比如说我可以通过语音助手来调节我的座椅 嗨非凡 将主驾驶的座椅后拉 将副驾驶的座椅前拉 那除了这个座椅调节以外呢 我还可以通过语音助手来调节这个HUD 嗨非凡 提高抬头显示 降低抬头显示 提高抬头显示的亮度 它基本上几秒之内就非常快的做出了反应 那智能座舱呢就享受到这里 来说一下它这次在补能方面的优化 现在非凡二期 它会根据我们车的这个剩余的续航里程 以及我们现在路径上的环境 来监测附近有哪些是充电的地方 将它显示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 同时呢 它会根据它的每个站点的排队时间啊 离我们的距离 这样的一个条件 来给我们优先推荐 更加适合我们的换电站或者是充电站 那补能呢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呢 咱们上路直接来体验一下 这辆车的智能驾驶功能 好我们现在已经开启了这个NRP行驶在神海的高速上 因为我们现在驾驶的这个版本是没有激光雷达的 所以我们现在SR界面上显示到这些画面 基本上是靠它的一颗4D的毫米波雷达 再加上它的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做一个主要的感知 然后现在这个速度呢 基本上是限速100跑在了80左右 现在开始变道 增到了一个最快的车道 现在它一般是属于喜欢压着限速跑 所以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 右边有大车 现在开始智能闪躲 方向盘会往左带 现在进行变道 因为前方有一辆车给它堵装了 刚刚变道的速度基本上也在90码以上 我们现在这边的限速是100码 检测到前方的速度慢 然后现在我们的速度是做了减刹 好继续向左变道 现在已经行驶到了最快的一个车道 我们刚刚这段路的这个变道还是非常频繁的 就是检测到前方的车慢 我们就会迅速的变道 好点刹 前面有车cut in进来了 前方两公里 用车向进入杂道 好我们现在是距离扎到两公里 然后现在语音已经开始提前播报了 而且系统已经开始向右变道 准备好提前进入杂道 识别到前方的这个车比较慢了 然后现在速度已经降下来了 好继续向右变道 然后点了一脚刹车 因为前面这个路况不是很通顺 好成功变道过来 好识别出萨道 准备下萨道 好由于现在我们是快到收费站了 大概距离300米的位置 所以NRP功能是自动退出了 来收费站支持E1C 进入现场指示 已找到车位 请点击开始驳车 驳车钟 我们刚刚体验的自动泊车 也是这次OTA以后首次上线的功能 那也是我们今天智能辅助驾驶里面 体验的最后一项功能 其实这次OTA它在高速上的表现 主要是优化跟车距离 大车躲避 有效变道 还有大曲率的弯道 还有上下扎道这些功能 那在我们刚刚的体验当中 我们也全部都完美的 这个完成了这些场景的功能实现 那我说一下 刚刚这几个小时当中 体验的我自己比较深刻的 第一个呢 就是它对于效率的追求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特殊情况 那它一定会行驶在最快的车道 以一个最快的速度来行驶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有效变道 如果说最快车道 前面的车会比较慢的话 它也是会选择到次要的这个车道上 那在变道的过程当中 如果后方有来车的话 它也会选择取消这个变道 等到合适的时候再继续开始 那第三个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功能 一定是大车躲避功能 因为这次OTA以后 它对于大车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附近有大车的话 那我们的屏幕上就会显示 这个智能闪躲当中要注意路况 同时我们的方向盘会向相反的方向 带一把 使我们远离大车 还有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地方呢 就是在下扎道之前 它会提前两公里做播报 同时呢 这个方向盘会选择向右开始变道 那在变道以后呢 我们也能顺利的在扎道当中行驶 在扎道当中的行驶速度 也是按照这个相应的速度 完成一个非常丝滑的体验 方向盘呢 也不会来回波动 总体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再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通过购买这个平霸版 以省五万元的成本 体验到跟旗舰版一样的 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呢 首先先声明啊 由于我们这个版本没有激光雷达 它后续OT的潜力是肯定 比这个旗舰版的要弱一些的 但是如果我们视频当中 今天的智能驾驶辅助体验的功能 已经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那我觉得这五万块钱 是完全可以省的 好了我是娃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